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与 有关于牛顿100个 有趣的小问题的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人从高处跌下来 如何不受伤 人从高处跌下来 或者是落下来 如何不受伤 这样的一个问题 引发了近代 许多非常有趣的研究 我们今天听过降落伞 我们今天听过安全网 都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问题所提出来的 人类很长期都在想这个问题 人从高处跌下来 如何不受伤 那么最开始有记录的是 公元前三世纪 有个非常有名的希腊的数学家 名字叫做欧基里德 欧基里德就提过这个问题 人从高处跌下来 如何不受伤 那么当时欧基里德 他就想大概要有一个伞 降落伞 就是他提出来的 降落伞 然后这个降落伞 要什么样的形状 然后人就带着这个降落伞 跳下来 那可能就不会来受伤 那欧基里德他算过 最好的降落伞是一个 研锥 研锥形的 所以这个研锥形 底下有一些绳子 绑在身上 跳下来 欧基里德 非常的聪明 我们现在称之为几何鞋之户 几何鞋之户就是欧基里德 很多学生们在 国高中就学过几何鞋 其实几何鞋是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学科 只要知道角度 知道一个长度 就可以知道很多问题 甚至你可以用一个定位 就可以量到很多星球的转动 早期的天文学 跟几何鞋是非常有关系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那欧基里德的几何鞋 我们后来叫 他那时候就想 人从高处跌下来 如何不受伤 他就提出来 是一个研锥形的 研锥形的形状 然后可能是用布来做的 然后有绑绳子 那绑在绳子 人就可以借这个方式 所以可见我们的降落伞 很早以前就想过了 那欧基里德 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 我们详细不太知道 他确确的这个年代 那欧基里德后来 在一个战争当中 他所所谓的那个城 因为他的工程的设计 那时候他设计这个甩石机 设计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的 这个射出来的箭 使得当时在战争上 他的城市是获得安全 不过最后是被攻破的 那攻破的时候呢 其实敌人进去 把欧基里德给杀了 那欧基里德还说 他在地上在画这个几何图 那个敌人说 现在要杀你了 那欧基里德讲了一句话说 你是不是可以张开一点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因为他在底下算 那当然欧基里德非常非常可爱 那么呢 其实欧基里德提出 人从高处跌下来 最好要背一个降落伞 但是他没有讲几个 那他也没有讲降落伞有多大 那他也没有讲要从多高掉下来 那么以后呢 持续的一千多年 那很多人就用欧基里德的方法 在战争的时候使用 战争的时候呢 假设我攻上敌人的城墙 那我就可以直接跳下去 用欧基里德方法 或者是呢 你守卫的很紧 那我用一个方式 可能到你的那个城的上空 然后跳下去 或者是这个在守卫战的时候呢 从高处跳下去 这样的人全部都死 全部都死 其实不同的种族在战争的时候 都有提到有人背着降落伞 想从高处跳下去 其实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全部死掉了 全部都死掉了 甚至有人还绑两个降落伞 一个绑在背后 一个绑在脚上 这样两个降落伞 可以慢慢的掉下来 其实也全部都摔死 OK 所以呢 再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的科学绝对不是盲目的实验 我们的科学绝对不是盲目的实验 甚至我讲得更白 科学不是根据实验 科学要根据实验 那个实验必须是算过的 才来进行 OK 或者是想过的 或者是设计过的 我记得以前 包括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要做很多实验 其实 特别是做博士论文的验证 那是一个实验 其实我最花最多时间的 并不是在做那个实验 而是在推导那个数学 然后根据那个数学的演算的结果 再来设计那个实验 但还知道说 我要观察什么 所以说我要大概多久观察一次 还有说呢 我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 我大概要用什么 要用二度空间或是三度空间 或者是大概 就是我在那个时候 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其实科学的研究并不是实验 科学的研究是 想过以后 仔细算过以后的实验 而不是随便做实验 OK 其实这个很影响到我的人生观 以后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被人说 你没有试着做 那你怎么知道 你没有先试一次你怎么知道 我比较谨慎一点 我比较谨慎一点 我不是说人生要多试几条 这条路你没有走过 这个你孩子你没有交往过 你怎么会认识他 这件事情你没有这样做 你总是要试一下 答案错 答案错 OK 我觉得试一下绝对不是盲目的 人生试一下不是盲目的 交往也不是盲目的 不是盲目的 想过 计算过 祷告过 等候过 仔细想过 不是说 一直盲目的在那边进行试验 有人说试验到最后总是会成功 没有这回事 试验到最后 如果没有仔细的想过的试验 那最后也不过是一场空 然后呢 那我把牛顿切进来 其实欧基里德在公元前 三世纪已经讲出来 要跳下来 要用降落伞 但是呢 降落伞的功效在哪里 那要多高跳下来才真的有效 1693年 牛顿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先解一个 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人从高处要跳下来 最重要要想的那个条件是什么 他根据牛顿运动定律 他把那个跳下来 人从高处跳下来 他用两个字 OK 叫Air Resistance 现在我们称作为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的这个名词 就是牛顿提出来的 牛顿在1693年的时候 他想过这个问题 他认为你要判断人 从高处要掉下来 或是落下来 要获得安全 或者是以后最重要的关键 一定要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那他称之为空气的阻力 空气的阻力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很常讲 这个阻力嘛 空气有阻力嘛 所以这个树叶会慢慢的飘下来 空气有阻力了 所以你要飞翔的时候 这个翅膀所振动的这个力量 必须高过空气的阻力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必须要胜过空气的阻力了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在卫星要发射的时候 火箭要发射的时候 他所带的冲力必须要胜过空气的阻力 空气的阻力最开始 这个字是牛顿先想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来空气阻力 是当物体受到重力的影响而落下的时候 一定会经过空气 经过空气的时候 因为他经过空气 掉落的速度 掉落的力量 就会有个缓作用力 牛顿第三地力 就有个缓作用力 而这个缓作用力的话 如果在空气里面 一个物体的掉落或者是一个人的掉落 所产生出来的空气产生出来 因为它掉落 受重力的影响而掉落 所以他的缓作用力就称之为 在空气里面的缓作用力 就称之为空气的阻力 然后继续算 人如果要用降落伞来增加空气的阻力 那么算过以后 才知道100公尺以上降落伞 所产生出来的空气阻力 才能够减缓重力的影响 100公尺掉下来全部都死 太低的地方 太低的地方 你就一开始用降落伞 其实是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一般降落伞的话 一般的降落伞 都是100公尺 地面上100公尺 你就要打开了 当然有些很特殊的降落伞 也要要求50公尺以上 你就打开 如果不打开的话 其实有也几乎是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100公尺 是蛮高的 那早期的城墙 战争时候早期的城墙 大概都是只有20公尺而已 我去过一些的城墙 像台湾的城墙那更低了 有的城墙5公尺10公尺 那么比较有规模的 以前的古城 大概都需要20公尺左右 20公尺 利用降落伞跳下来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么所以呢 不能够用在低空 所以那时候的话 这个是牛顿给的问题 牛顿有一次在 伦敦的 St Thomas Hospital 他在教这些医生的时候 他那时候提出来的问题 那一般的话呢 牛顿在提问题以后呢 他可能会做一些实验 但是很可惜这些实验 有些土留下来的 有些那个实验的土留下来 但是其实详细的步骤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呢 牛顿呢 就研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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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的阻力 然后呢 就提出来 几个 就是高度要够 高度要够 第一个 这个高度要够 OK 那他确定 欧基里德讲的是对 他必须是个岩水型 OK 不能是个半岩型 半岩型的话 然后换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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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 那岩水型的话 就是他有阻力 但是他所有一些空气 还可以自然的排走 然后要有几个绳子 好 要绑在身上 那 要绑在哪里 OK 要绑在哪里 所以一打开的时候 大概在 人体的 重心的部分 OK 那就是我们的腰 或者是我们的肚脊 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左边跟右边的中间点 还有 上面跟下边的中间点 那就是我们的肚脊 我们的肚脊 刚好在人体的正中间 OK 也就是我们的头顶到肚脊的长度 就等于肚脊到脚底的长度 这很有趣 OK 上帝这样的设计 所以小英海在 在妈妈的子宫里面 他接受妈妈的营养的供应 也是在肚脊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刚好是正中间点 所以那个养魂的散播 就会非常的均匀 OK 那么 牛顿他其实就研究空气的阻力 那么 他其实对空气很有很有兴趣 对空气非常非常有兴趣 牛顿 牛顿他提出来 我们地球的上空的大气层 我们的大气层 能够透光 能够透光 OK 透出来的光是白色的光 OK 我们大气层能够透光 OK 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那感谢主 透下来的光 不是绿色的 也不是黄色的 当然了 空气比较脏的时候 看空气有时候会有点黄 OK 但是基本上 大气层下来的光 就是白色的光 OK 还有 大气层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 一个是阻力 空气有阻力 第二个的话是 大气层可以让阳光透进来 然后光是白色的光 那我们的眼 我们的眼睛呢 刚好对于白色的光 有最高的灵敏度 所以大部分的日光灯 大部分的马上的路灯 车子的路灯 我们前面读书的 一般都是白色的光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视觉 刚好对于白色的光 有最多的敏感度 所以上帝在起初 创造世界的时候 是先给光 OK 再照人嘛 所以他已经知道 人的眼光 人的这个眼睛 对于白色的光 是最敏锐的 所以太阳光 经过我们的大气层 现在的光 竟然是白色的光 哇 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OK 所以第一个 空气有阻力 第二个的话 是个白色的光 还有第三个 我们的空气 如果有哪里有热的时候 会很均匀的浑散到别的地方去 哇 这很特别 OK 就是我们的空气本身 这个物质 这个 它是一个热的良好的介质 可以让热很快的扩散到 到不同的地方去 OK 所以地球 所以你跟他太热 他不会热太久 因为他会有空气的对流 他会有空气的对扇 他会有空气的扩散 OK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奇妙 OK 第四个特点 我们大气层有风 那有风其实很重要 你知道风怎么来的 风怎么来的 风跟地球的自转是有关系的 风跟空气的热的对流 是有关系的 那因为有风 所以我们才很良快 OK 所以这是第四个 我们的大气层很奇妙 OK 因为他有风 第五个是 我们的大气层 很特别 它没有味道 OK 它不只是没有颜色 它还没有味道 OK 如果我们大气层有味道的话 就有点麻烦 OK 让大气层闻起来 总是香的 哇 那不得了 OK 你稍微闻个香还不错 OK 每天都闻到香味 那可能有点麻烦的 OK 稍微闻到香味 还是到香 如果每天都闻到香味 那是很恐怖 那是一种过敏 所以我们的大气层是 是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的 OK 第六点 我们大气层很稳定 大气层里面的 无论是氧气 无论是氮气 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这个滑雪的物质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所以即使有阳光照过 它也不会起反应 它也不太会起反应 当然高空 非常高的高空 有一部分的反应 但基本上 这个近地空 基本上 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OK 并且它是很均匀的 所以我们的交响夜 在演奏的时候 交响夜在演奏的时候 如果空气本身不均匀的话 大概太远的地方 它听不到 只有很均的地方听得到 还有 大气层如果是 它的密度如果是不均匀的话 那可能左边的人听得到 右边的人听不到 OK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音乐的演奏 的大前提就是 因为我们的空气是那么样的 密度是均匀的 所以你无论坐在任何的地方 你可能会听到声音的大跟小 但是整个音的频率 它整个音符基本上你都听得很清楚 不会音的说你左边听得到 右边听不到 或是第二排的听得到 第一排的听不到 这是它基本上 它整个空气的密度是很均匀的 OK 刘敦写道 最影响人类存在的环境 其实就是空气了 我们可以一下 我们可以有一阵子没有喝水 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可以不用吃饭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气 一分钟都不行了 OK 大概只有几秒钟而已 所以最影响人类外在的环境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空气 而我们的空气是不断的在变动 但是空气其实又常常的更新 每次的变动都带来更新 每次的变动都带来更新 有风吹过带来更新 哇 下雨带来更新 哇 有树木的遮音带来更新 有这个空气的对流带来更新 所以刘敦写道 空气是不断的需要有变动 但是每一次的变动都是带来更新 而且这些变动的幅度也不是太大 OK 这些变动的幅度不是太大 如果空气变动的幅度太大 那我们人类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哇 所以刘敦很有意思 那么空气的阻力也不能够太大 刘敦记忆写道 我们空气的阻力也不能够太大 后来空气的阻力如果太大 我们就很难走路了 我们现在游泳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力量在游泳 就因为水的阻力比空气的阻力来的大 所以我们的鱼长得跟人都不太一样 我们的鱼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长这样瘦瘦长长的 因为它面对的是阻力 那因为水的浮力 就可以抵消地球的重力 所以我们鱼在游动的时候 其实很少感受到地球的重力 因为有浮力把它拖住 但是水的阻力很大 所以我们的鱼在游的过程 我们鱼的整个造型 就跟人很不一样的 OK 你就会长这种扁扁长长的 因为它面对阻力的问题 然后头就是要比较尖一点 OK 头就是要比较尖一点 然后用它的背棋 用它的护棋 用它的尾棋 用它的侧棋 然后来减低这个阻力 可以往前去 人刚好相反 人本身的话 活在空气里面 而空气本身是 阻力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移动 那我们要面对重力 所以人不能够长得像雨一样 OK 人如果在路上长得 我们是这样躺着走的话 那很难走 我们面对的是重力 我们面对的是重力 我们阻力是小的 所以我们在空气里面 我们的移动是很容易的 那像鸟类的证刺 有人说就写到 如果我们的空气的阻力太大 那么鸟类 它要飞翔就很困难了 OK 鸟类飞翔就 非常的困难 所以底下我还要继续分享 有论说大气层的特性 证明上帝的创造 是何等的奇妙 牛顿更重要的研究者发现 是在1693年 他所提出来的 牛顿在1693年 他写到 根据万有引力 大气层越高 他算过 大气层越高 它的密度就会越低 并且呢 空气的重量呢 是随着高度而成为一个指数的递减 是个Exponential Decay 也就是你的夜市高空 那你的空气的重量就会越轻 根据牛顿自己的运算 他讲到 根据万有引力 大气层越高 空气的含量就会递减 牛顿写到 根据我的运算 地球的上空到120公里的地方 空气的质量 空气的重量 已经是地球空气量的100万分之一 让我再讲一遍 牛顿计算过 在地球的上空120公里 这么高 120公里很高 我们一般的飞机 大概只飞到 大概1公里左右而已 那个 空气的量呢 已经很低了 在120公里大气层空气的量呢 大概是我们地表 地面空气的100分之一 因此我知道 在高空之处 真空是存在的 用数学 用物理的温有引力 它来证明 宇宙里面是真空是存在的 因着有真空的存在 所以地球 或是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 是在真空里面运转 所以因为它没有阻力 因为整个宇宙是真空的 因为它没有阻力 所以它整个的轨道 它的运行是固定的 因为前面必须真空 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 宇宙是真空呢 牛顿从万有引力 在1693年 它就引体出来了 在地球上空120公里的高空 空气的量 已经是地表空气量的 100分之一 少于100分之一 那120公里算得了什么 那你在更往上 就 它说因此算得出来 真空是存在的 牛顿下一个结论 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 大气层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 怎么会有人认为 没有上帝 让我再说一遍 牛顿对他这一段的记载 这一段的演算 在1693年 他写到 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 大气层怎么会这样子 有空气的阻力 下来阳光是白色的 哇 有风的移动 哇 大气层是那么的稳定 然后呢 热的扩散是那么样的迅速 然后呢 没有 无色无味 然后呢 整个大气层又非常非常的稳定 我们今天常常讲气候变迁 其实气候变迁还只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整个大气里面 是非常小的部分 是低于百分之一 甚至在千分之几而已 其实那个千分之几 一点点CO2的改变 就给我们产生这么大 整个的地球的影响 我们常常说 21世纪人类的文明 是不是可以再持续 决定在气候变迁这个危机 人类是怎么对付的 人类有对付吗 大概没有吧 我们石油不是大量的使用吗 人类有对付吗 大概没有吧 我们的花电量不是大量的增加 人类真的有在对付吗 大概没有吧 还不是随便的战争 每一个战争 每一个爆炸 都是产生大量的CO2 哇 纳顿说 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 大气层怎么会如此呢 我实在无法想象 我实在无法想象 有人会说 没有上帝 1728年 牛顿的学生 彭伯顿 他在医院上了牛顿的课以后 他在他的课后的讲义上 他写到 牛顿的运动定力 可以帮助人类解决 许多许多实际的问题 例如教导我们 怎么样用绳子的编织 来防止人类掉落以后 场中出来的受伤 所以在大楼里面 一般的大楼 不会超过100公尺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就要住在大楼上面的人 用降落伞来跳落 No 所以开始就认为 那如果降落伞不能使用 那能够使用什么呢 当时牛顿 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牛顿没有回答 他是要在听 在底下听的这些写生们 如果从高处落下来 降落伞不能使用 那么还要什么来帮助 掉下来的人呢 那时候想 有个方法 就是用绳子 编成一个安全网 并且安全网的形状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安全网的形状都是垂下来 像是一个抛物线 就是垂下来 像是一个抛物线 或者是像是一个圆锥状 那就等于是把那个 降落伞的形状把它倒过来 降落伞是这样高高的沿锥 那底下是线 然后呢 因为那么高 跌下来 降落伞用空气的阻力 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 在大楼的安全网的设计 就反而改变了 就是变成一个降落伞的形状 把它倒过来 变成用绳子编的 那要帮助人 从高处落下来 不会受伤 或者保护汗的生命 不是用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是不够的 特别是在五层楼 六层楼 七层楼 是一个倒过来的 这个绳索 用绳索本身的弹性 用绳索本身的这个拉力 因为绳索本身 它是有拉力的 那你掉下来的这个重力 刚好跟这个拉力 可以减缓 哇 牛顿每次上课以后 他最后的一段时间 他都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样所学的 我们这样所做的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认识上帝的作为 是何等的优美 上帝的作为 是何等的精切 彭博顿写到 牛顿每一次的上课 他最后都会讲到 有个时间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创造 是何等的奇妙 是何等的精确 是何等的优美 我现在所分享的是 人从高处落下来 为什么 如何能够使他不受伤 其实有人说 我想我们可能今天 我们看到有一些 孩子们喜欢看的一些洞 这个英雄的游趣 英雄的游戏 或者是超人的游戏 例如他掉下来 然后用一个绳索掉过去 Spiderman 蜘蛛人 Spiderman 然后就掉下去 然后从这里 出去 然后有个绳索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这种方式 因为这个地方出去 这个地方出去 怎么会有绳索呢 我比较喜欢是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的话 有一段是讲猪八戒 那一段其实讲的比 我们现在 美国的这些科幻电影 讲的更实际 更准确 更符合生物学的原理 跟物理学的原理 在西游记里面的话 猪八戒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人物 他喜欢跟一些 妖魔鬼怪 发生性关系 那有一次他看到 有一些美女在洗澡 那他们是Spiderwoman 他们是猪猪精 OK猪猪精 OK 那这个 那你就看这个 COG他怎么写 明明这个COG的作者 都是瞎掰的 但是呢 猪八戒 你说猪八戒心里 是不是不见钱 当然他当然不见钱 你知道 你如果读过COG 就知道 这个猪八戒 本来是个很帅的男人 他是 他是元帅 天上的一个元帅 那应该长得不错吧 OK 然后呢 他后来 他后来呢 他怎么会心里怪怪的呢 因为他是在结婚的 那个晚上 他在结婚的那个晚上 洞黄花竹叶的 那个晚上 被唐真给带走了 OK 就说 你我有缘 那我们到西方去 所以我也觉得COG走得不够远 COG如果其实都该再往西 再走远一点的话 他虽然可以到耶路撒冷去 而且他比较清楚一点 OK 但是他走得不够远 不过无所谓 但是呢 这个猪八戒 我常常在读COG 我就很同情这个猪八戒 他明明就是要结婚的 在结婚洞黄花竹叶的晚上 被带走了 OK 被那只猴子给带走了 被 好像就被带走了 去往西边走了 所以你不能够怪他心里 心里不见解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洞黄花竹叶 要结婚的那个晚上 你把人家带走 OK 并且是强迫性的带走 那说猪八戒在沿途上呢 就喜欢跟这些妖魔鬼怪 发生性关系 那我其实 我其实很同情他 我不说我同情我 OK 因为我不是猪八戒 也许有点像 OK 不过我就说就很同情他 OK 然后他遇到蜘蛛心的时候 他你看 他又想到水时系 跟他们一起洗澡 结果蜘蛛就跳出来 你看他怎么写的 我现在就写了 写真是好 他说这些蜘蛛们 Spider woman 就在旁边 就把衣服给脱掉 OK 那当然 猪八戒看的 一定是目瞪口呆姑 怎么这样 OK 他们就把他脱掉 脱掉了以后的话 他讲得很清楚 是从他的肚致 喷出去液体 这完全是个正确的 我们的Spider 我们的蜘蛛 从户部喷出去 蜘蛛可不是从这样出去的 OK 这个是美国的英雄 OK 那蜘蛛是从这里出去的 那是液体 是几股的液体 然后在空气里面呢 一到空气的阻力呢 它会搅在一起 那本来是液体 立刻氧化 就是变成固体 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 变成这个力量很快 所以出去的话就很细 很直 啪 就出去 那我们说这个 整个的这个 这个蜘蛛所喷出 蜘蛛所喷出的湿呢 大概是所有大自然界里面 用最低的重量 最低的材质 可以承受最低的重量 所以 现在很多孩子在看这个Spiderman OK 因为你有个重力嘛 所以你有一个绳子 这样掉下 有个绳子 然后你就从一个地方 晃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的话就可以抵消 用摇摆 用一个摆动 用一个摆动来抵消重力 所以Spiderman基本上 是蛮符合物理的定律 我上个的时候 学生问过我说 老师 如果你今天 你的敌对的对手 是Spiderman 那你怎么办 我说非常简单 我不会再扭一个 这种大城市 旧金山 或者是东京跟他对干 我会到乡下去 因为乡下的楼梆比较低 所以他大概震不起来 OK 他大概震不起来 那我告诉学生们说 以前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 叫做泰山 泰山每当要 他就一个滑腾 他就啊 OK 他就滑过去了 那我就问学生说 为什么泰山在滑过去的时候 这个用爬腾拉过去 然后整个盪过去 的确可以抵挡重力的影响 然后问学生说 那他盪就盪嘛 他干嘛还要 还要在那边呼喊 就啊 在那边呼喊 那学生说 因为他呼喊的过程中 老虎也知道 熊也知道 可以帮助他 我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啦 因为爬腾上面有刺 所以 泰山一 他一用滑腾 荡过去的时候 他就一直被刺给刺到 所以他就很多 啊 OK 他还要跳过去 OK 对不对 我刚刚没有站稳 OK 所以 是很有意思的 人从高处跌下来 如何不受损 空气的阻力 上帝的祝福 有的人说 当我看到大祭城是这么奇妙 我就知道有上帝的作为 是何等的准确 何等的精切 跟何等的优美 好不好 做个祷告 结束 主要是我感谢你 无论是东方或西方 无论是公演前或公演后 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记载 可以让我们来做分享 牛顿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最开始提出空气的阻力 用空气的阻力来设计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 才可以从人类掉下来 而不会受伤 当然我们不可能 哪一把遗伞跳下来 其实那个没有用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 像有个Spiderman 然后我们用手 啪 OK 然后就有个现实出去 连住大楼 然后就当来当去 其实也不太可能 那我们真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网 需要一个安全网 接着我们 在人生的路上 有很多困难 在人生的 有很多很多的危险 如果不是有人把我们接着 我们很难 很平安的着地 我未必承认 我自己在很多的困难当中 包括我现在就在困难当中 何等的需要 有个看不见的安全网 在底下接着 不然是落入那个忧愁的深淹 落入那个忧郁的深淹 苦闷的深淹 这个全世界其实没有真正的安全网 只要条件不对 就很难 即使从高处落下来 在高处100公尺以上 打开降楼山 其实也不见得安全 有时候那个整个气流的运动 会把人送到有火焰的地方 或者是更高空 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变因 真的感谢主 我们在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 哇 那个愁苦的深淹太深了 但是自己却没有一个降落伞 主我感谢你 是你底下还有一个安全网 当我们没有降落伞的时候 你有一个安全网 让我们落下来 还可以往前走 我也谢谢你 给中国有一本西游记的这本书 孩子一直认为西游记是 中国文学里面 最好的神学的书 因为很多的妖怪 他的部下在地上作乱 平常吃人杀人都没事 然后把他抓起来 要绳之依法的时候 就有天上的那些人来观说 哇 真是有过烂 但是也真的反映到 整个我们的中国的官场 是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 谢谢你 那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 而不是在地上的 这些点点滴滴 有时候地上 真是令人失望透顶 那个最大的保证 可能就是最大的谎言 那个最大的 称之为安全网 可能是根本就是不堪一己 无法承受的一个假象 我们需要主 求主怜悯我们 也怜悯孩子 将祷告祈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